这就是你们一直想要的 一式番茄肉酱的做法 不仅好吃 还超级百搭 平时用它 可以做一些好吃的 肉酱芝士举饭 还可以做一些迷你小披萨 自己熬的酱料 真的比外面好吃太多了 做一面 可是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我们家的孩子 真的非常喜欢 首先 牛肉需要打成牛肉末 为了增加风味 我们最好还可以选择一些 这样的美式培根 将它切碎 有了培根的加入 吃起来 就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烟熏味 小朋友一般都会非常喜欢 除了牛肉 我们还需要准备 和牛肉一样比例的猪肉 其目的是为了平衡口感 吃起来不会特别的柴 培根的用量 按照自己喜好来就好 接下来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 白洋葱或者黄洋葱 还有西芹 也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到 我家孩子不爱吃西芹和洋葱 所以我一般都会放入料理机中 打成碎末 锅煞热以后 我们只需要放少许的油 先将培根稍微煎一下 等到培根变得焦香 油脂释放一些后 我们就会将猪肉末和牛肉末 全部倒入锅中翻炒 炒肉末的过程中 可能会吸出一些水分和油脂 我们就需要一直不停地翻炒 蒸发掉里面的水分 直到像这样的焦根状态为止 现在我们就暂时 先将锅里的肉末全部盛出来 切记千万不要洗锅 直接下入洋葱和欧芹末翻炒 等待欧芹和洋葱 蒸发掉一些水分以后 我们再将之前炒好的肉末 全部倒入锅中 开小火继续翻炒 直到两者相互融合均匀以后 我们加入一块黄油 将它融化 黄油的加入 是为了增加些奶香味 接下来还需要加入一碗红酒 红酒里的酒精 经过高温熬煮 是会挥发掉的 留下的就是浓浓的果香味 所以小朋友吃 也完全不用担心 锅里的红酒 差不多要炒干以后 我们还需要加入两罐番茄罐头 番茄的品质 实际会影响最后的成品口感 所以你们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口感较好的番茄 虽然我用的是整个番茄 但是是非常容易捣碎的 等待番茄全部炒碎以后 我们最好还加入一些番茄糕 因为家里的番茄糕全部用完了 所以我用的是番茄酱来代替的 番茄酱本身自带酸甜 所以这里我就没有再加糖和醋了 根据自己的口感 我还放了些罗勒和海盐来调味 最后的一碗牛高汤 也是必不可少的 牛高汤就是用牛大骨熬制而成的 但是记住 一定要撇掉里面的油脂哦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熬煮过程 偷懒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 用烤箱来熬制 用烤箱来熬的话 锅子一定要选择耐高温的铸铁锅 它除了能耐高温 还能让整个锅体受热均匀 手熬的话 就特别容易见得到处都是 非常容易烫伤 而且怕湖底的话 还需要不停地搅拌 所以想要省时省力的话 还是用烤箱来熬吧 取出差不多放凉一会儿后 酱汁就会变得特别的浓稠 那真是肉酱啊 好香 每次熬完以后 我叫孩子都会忍不住 偷偷地吃上两口 一次我也不会做上太多 差不多就是一周的量 每次做好以后 只需要放入密封罐中 抽真空 放入冰箱 冷藏保存就可以了 如果一周吃不完的话 那就建议你们最好冷冻保存 日常偷懒不想做饭的话 可以直接做一碗肉酱芝士菊饭 米饭中的肉酱和芝士 一定要放得多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 自己做的肉酱芝士菊饭 会比外面好吃的原因了 烤箱提前预热 用220度烤个10到15分钟 就完成了 浓郁拉丝的芝士 加上满满的肉酱饭 真的特别的好吃 这样一份肉酱芝士菊饭 我想应该没有小朋友会拒绝吧 而且用这个肉酱给披萨打底 也比一般的披萨好吃太多了 这个迷你披萨的做法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后面也可以来分享给你们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我是曼曼 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